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已经看见信徒的奸人是神亲自保守的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神是借着感动众圣徒的迫切祷告和牧养的途径 才能保守基督信仰到底的 我们都面对过要与难缠的人接触 不足的时间管理家务 工作和服事 世界的享乐和肉体的试探 肢体生活中所出现的比较和妒忌 若面对过这些试验或试探 可能会导致我们萎缩起来 渐渐形成闲善而不谨慎自首的人 那么信徒的奸人是怎样体验的呢? 我们先读彼得前书《一章》里的一些经文 五节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着所预备 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 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教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毁坏的金子 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 荣耀 尊贵 首先第一 神仙预言说 你的信心必被火试验 你可能过去都曾经理过主的大能 但是借着人生的现实 家庭人员或社会 甚至教会的软弱 总是没有改变的证据 所以你只能说 人都是软弱的 不然就只有说 要祷告 或还是要敬畏神 但现代社会的趋势 真的有好多的妥协 常教人要有自信 要选择自己所要的明天 要积极起来 要有妥当的投资等等 这些是是而非 到了一个地步 自己也都不知道该要信什么了 信心被摇动 你可能会觉得格格不入 所以开始有些防备的心 不想这么容易再给一些事工或教会承诺了 其实被拣选的人 撒旦是已经猛烈地攻击你的信心了 这就正如何 六节说到 这个信徒必有更激烈而被搅扰百般的 试炼和忧愁的日子 生命甚至像被挤住一半 会意识到这试炼来自于神的人 是有福的 提摩泰是使徒保罗非常蒙恩的属灵儿子 但甚至还说 我儿提摩泰啊 我将这命令交托你 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战 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 有人丢弃良心 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半 各位 你们必要打仗 火的事业来临 不要这么容易放弃 不然就会如同船破坏了一般的 这是神早就预言说过的 第二 坚忍下去 必有忧愁 罪恶增加 但基督显现必更荣耀 要打仗就是要进入这黑暗里来面对的 各位 信心不是没有忧愁的 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节说 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 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 那放纵私欲的样子 掉入罪恶可能会发生 但这原来是你从前老我体制就已经有的 神的美意不是叫你单单要有忍耐 信心要被我考验试验 是为了要面对这原来就在你里面的疑惑体制 忧愁不等于疑惑 疑惑是那个不安 惧怕 不顺服 所以你自己也不知道这忧愁是否会叫你跌宕 但信心才是叫你从忧愁里走出来的 那么什么是信心呢? 信仰首要不单是为了胜过你现在的老体制和罪恶 而是要超越得着神永远的美意 就是要得着一群发现耶稣是他们一切的选民 同时这一群都包括你所爱的家人、亲友和宣教的现场 信心是叫人悔改而归向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 所以信心也包括不顺从肉体活着 乃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 信心也叫你要活出新的生活方式 要存着爱心、彼此饶恕、顺服丈夫、爱妻子、听从父母 凡事教导孩子、将事业和单位分别为胜 得着从神清洁的智慧 这是实际的信仰生活 整体来说 罪恶会增加吗? 会的 有忧愁导致疑惑的 也有忧愁导致持守信德的 有一群继续求上面的事 但这也必显示有另一群是悲逆之子 像哥林多前书15章3这些说的 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信末日有身体从死里 永远复活的事 我们重的是必修坏的 若不死就不能复活 活的信心叫我们常常竭力要在地上 很多似乎没有指望的需要里 耶稣在那个地方要掌权 若主许可全然应运 设立基督化的家庭和同工关系 让我们全然能体会到神的恩 第三 有一时但也有一生的属灵征战 但都督促我们必要得全辈的教训 各位 可能信心被摇动长久的忧愁 就是叫你谦卑 更加思念 想念你与主那起初的爱心 若在信心的坚韧上掉入罪了 这很可能代表信心不齐全而不纯正 这看起来是失败 但原来是你的盼望来的 若你的信仰是一直经历要 恢复神原来全辈的心意 而得以进入这安息的话 你大可放心 而依靠那未见之事的信心坚韧的确局 因为你们的信心既被誓言 就比那被火誓言仍然能毁坏的精子 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 荣耀 尊贵